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 来医院才发现 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 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 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 直到切开牙龈 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 不过不用担心 现在就给你拔掉 医生在你脸上蒙上块 只露出嘴巴 接着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三次麻药 稍微会有点刺痛感 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接着给周围削削毒 根据智齿生长角度切开牙龈 因为麻药已经生效 基本不会感到痛 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 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 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草谷中 这时要用球钻削一点牙草谷 风俗点讲 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 这时你感觉不到疼痛 但能听到电钻声 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 整个头都嗡嗡的 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 医生还要切开牙罐和牙根 把智齿一分为二 所以又需要用到钻头 现在看来 切开的牙罐部分还是无法直接取出 还得竖着再切一次 这样就很轻松地把牙罐部分取出来了 现在只剩下牙根了 由于埋得太深 还要再削一点牙草谷 现在用杠杆原理 一点点往外撬 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 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快结束了 由于窗口比较大 最后需要给你缝合牙龈 就这样打个漂亮的剪 剪掉多余线头 就结束了战斗 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 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 保持两个小时 一周之后来拆线 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 避免激烈运动 拔掉智齿 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 你因为不好好刷牙 年纪轻轻就坏掉一颗 为了能啃骨头 即将要花两万块钱 在嘴里种一颗 整个种牙过程 需要持续半年左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你的种牙血泪室 这个就是你的牙草谷 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 都是用来在牙草谷打孔的 刚开始钻孔 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 为了穿透坚硬的牙草谷 医生调高了钻头速度 一切准备就绪 钻孔就开始了 现在要逐渐换成 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 用粗钻头 转速一定要慢 否则会导致摩擦生热 烧毁骨细胞 过程中钻头 还会抑制喷出生理盐水 就是为了降温 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 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 这是为了让孔洞 和种植体完美契合 随后医生取来 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 开始种植的时候 要尽量调低转速 慢慢推进去 才不会使接触 面骨细胞损坏 接着还需要使用扭力扳手 把种植体拧紧 现在要将鱼和机台 连接到种植体上 等缝合好牙龈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时牙草骨中的种植体 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 这个过程叫做骨结合 最短需要两到三个月 最长六个月左右 经过了几个月 牙草骨和种植体 已经充分结合 就可以把临时预合机台取下 然后安装上永久预合机台 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罐 人工牙罐中间的洞 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 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 但现在要先用树枝填充 接着用灯照射固化 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 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 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 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 用黄金来补牙是种怎样的体验 看到最后 我承认我羡慕了 等你躺平后 医生先用金刚石钻头去除腐质 腐质也就是蛛牙上的黑色物质 为了将腐质去除干净 需要在几处做好标记 沿着标记保持垂直 一点点去除 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酸胀感 不过是可以忍受的 去除蛛牙的洞称为窝洞 现在要把窝洞内部打磨圆滑 方便后续安装填充材料 接着吹干窝洞内的水分 你这颗牙坏得很深 内部还有残留的腐质 医生换上小钻头继续去除 腐质已经靠近了牙神经 过程中要尽量小心 再次吹干牙齿内部 现在腐质已经清理完毕 接着就进入了修复环节 先涂抹上一层粘合剂 然后用灯持续照射 让胶水迅速固化 随后塞入树枝材料 再次用紫外线灯照射 等树枝固化后 还要用钻头 轻轻打磨窝洞的边缘部分 使其变得光滑 这样才能是马上要安装的嵌体 紧密贴合不易脱落 接下来就要一模了 为牙齿量身定做黄金嵌体 先在窝洞里填充一模材料 对材料吹气 以便填充均匀 用力按压后 等一模材料变硬 就可以根据一模制作黄金嵌体 等嵌体制作完成后 医生会再次涂上粘合剂 接着给你安装金灿灿的黄金嵌体 把多余的粘合剂擦干净 等它固化后 黄金嵌体就牢牢粘在了你的牙齿上 这样你又可以啃骨头了 好了做完了 醒醒吧 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颗门牙 说话一直漏风 天天被人嘲笑 你决定去做个修复 医生也没有让你失望 最后的修复效果足以让他们闭上臭嘴 不幸中的惯性 磕掉的部位并没有伤到牙根 如果非常严重的话 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疗 但像你这种情况 直接进行光固化树枝补牙即可 先在表面涂一层酸石剂 让表面变得更加粗糙一些 冲洗吹干后 涂上粘合剂 进行光照固化 接着医生取来石膏模型 制作诊断蜡型 然后系统的补牙操作就开始了 大家记住 如果牙齿不小心磕断了 第一时间保存好磕断的部分 赶快去找牙医进行修补 效果会更好 捕完之后 医生会用车针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 最后再对牙齿进行抛光 牙齿表面就会变得更加光滑 看上去形态也比较美观 最后取出排银线 就大功到成了 不过以后不能啃太硬的东西 稍有不注意 就有可能导致脱落 他考试胶白卷 反而得到了校长的表扬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给他带了朵大红花 原因是他成了学校唯一一个 看出老师出错题目的学生 台上的阿芳一脸猛 胶白卷其实是自己看不懂而已 谁都想不到 他开挂的人生从此开始了 客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 他赶紧用衣服擦 却意外擦出了一副 意境深远的山水画 得到了绘画大赛的第一名 顺便还收获了一群小迷妹 时刻被幸运女神眷顾着 让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本以为长大后运气就会改变 谁知好运反而变本加厉 随手买张彩票都能中大奖 吃个饭就成了店里 第9999名顾客 莫名其妙得到了全年免费卡 阿芳不想就这样安逸地过一辈子 跑去做了房产销售 可第一天上班 找他买房的人排队 都排到了公司大门口 下班随便伸身手 立马就来了几辆出租车 都抢着要拉他 他彻底受够了这种开挂班的生活 感觉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指着老天一顿臭骂 突然间电闪为名 一个雷针就劈了下来 雷结果劈死了正在逃跑的小偷 他含泪获得了良好市民奖 阿芳非常想体验失败的快感 可天不遂人愿 生无可恋的阿芳决定出家 就在剃发前 方丈出现了 只见方丈大手一挥 他便灵魂出窍 意识开始模糊 等阿芳清醒过来 发现一切都变了 打斗地主从来就没赢过 无论跟谁打牌 都被对方吊打 就连一旁的小学生 都嘲笑他是个弱鸡 他却兴奋得不得了 终于体验到了失败的快感